谢谢 谢谢 谢谢朋友们 非常感谢 大家好 每次为了上台讲五分钟话 我得在后台画俩小时妆 刚才我还问化妆师说 天哪 我们靠讲话吃饭的人 都要画这么久 那那些靠颜值吃饭的人 得画多久呀 他说不用多久 人家长得好看 化妆师太狠了 每次跟我化妆都说 你这个眉毛不行啊 遮掉重新化 鼻子不行遮掉重新化 嘴巴不行遮掉重新化 之后基本就是 把我整张脸全盖上 再另起一张脸 感谢化妆师啊 谢谢他们给我脸了 就他们给的这张脸 是真厚啊 上面起码糊了 水 精华 乳液 面霜 妆前乳 隔离粉底 遮瑕散粉 定妆 喷雾 眼线 睫毛膏 鼻影 侧影 眉粉 腮红 刻红 高光 一段脱口袖罐口 爆妆名献给大家 十九层 我的天哪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的脸现在卸完妆啊 只有这么大 就在我的脸上 要是有一只蚊子 过来叮一口 它会当场崩溃 叮完就 这人是死了吗 另外一只蚊子 在我脸上一边拔腿 一边说 死没死不知道 但这个女人 我是陷进去了 真是啊 女孩子我们现在 化了全装还不满足 我们还要用美颜相机拍照 你感觉美颜相机 看到你脸的瞬间 都困惑了 说哎呦 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化了全装 还要用美颜相机拍照 这种操作就特别像 咱们小时候那种学霸同学 考了个一百分 还要拿着那张卷子 去找老师 老师 请问我还有什么 可以努力的地方吗 其他同学都看不下去了 说同学 你要不努力做个人吧 真是 现在化妆太卷了 我们除了化脸 然后开始化发际线 化锁骨 化腹肌 所有的美妆博主 还不断地告诉你 女人 你的头发是你的第二张脸 你的后背是你的第二张脸 你的胳膊肘 是你的第二张脸 反正女人从上到下 除了第一张脸 全是第二张脸 你要不捣齿 那你就是给脸 不要脸 为了强调化妆有多重要 美妆博主 他们经常画着一个 非常精致美艳的妆 跟你说 姐妹们 其实我卸了妆 也只是相貌平平哦 哇 好巧 我化了妆 也只是相貌平平哎 我要是努力自己化 还能低人一等呢 早知道 现在化妆这么重要 为什么要让我们自学呀 它应该塞进 我们的必修课呀 对吧 那我这种手残的小孩 应该从小就会被老师骂 说 小陆啊 你怎么又脱妆了 这给你化给我化呢 我说了多少遍 妆前要补水 妆后要喷雾 这么简单的口诀 记不住 你真是我带过 最难看的一个学生 还好意思哭 你现在好好化 将来好看的是你自己呀 我在想 你说我们化妆这个事情 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对吧 会不会到我80岁那天 为了优雅的老去 我还得哆哆嗦嗦地 给自己化妆 对着那个镜子 化得差不多了 三分定个妆 都没了 不错 看看今天化得怎么样 太近了 哎呀 不错 至少年轻了10岁 哪儿不对劲 哦 假牙没戴 假牙得戴呀 视频里都说了 假牙可是女人的 第二张脸呐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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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 这次来节目之前呢 确实也挺坎特的 我还专门去请教了 周启末一些节目经验 然后周启末跟我说 这个节目 我的个人经验是 要有经验 第一年主要是攒经验 第二年主要是拿大王 我说你的个人经验 主要是太个人 然后周启末又跟我说 反正你调整好预期吧 别像我第一次那样 以为是脱口秀元老 结果是脱口秀老不死 我觉得人啊 这辈子老不死挺好的 但我现在发现 很多20多岁的女孩子啊 都很焦虑 觉得自己离30岁越来越近了 不像我 离30岁越来越远了 我今年已经31岁了 我发现女孩子 一旦过了30岁 都特别害怕 承认自己的实际年龄 别人一问 今年多大了 所有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你猜 天哪 你知道猜一个女生的年纪 多么的麻烦吗 我需要分析你的皮肤弹性 结合你的法令纹深浅 综合你的颈纹圈数 得出一个数值之后 在心里默默地 减掉五岁 然后弱弱地问你 应该有27了吧 对方一听 咦 我都32了 然后你还得赶紧补一句 哦 是吗 根本看不出来 好像现在对于 30家女性的社交礼仪 就是在你知道 她的实际年龄之后 必须加一句 根本看不出来 不然就是对她的冒犯 我想了想 这不对啊 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年龄的增长 感到羞耻啊 活得长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对吧 我们能活到30多岁的人 一定比你们这些20多岁的人牛掰啊 你想想 你们这些没到30的人 你们完全有可能在20到30之间 但任何一天 死掉 而我已经上岸了 活得长代表你对不死很有经验 多么的值得骄傲 为什么要觉得羞耻 要去隐瞒呢 就像你去面试的时候 也不会隐瞒自己的工作经验吧 面书官问你工作多少年了呀 你说你猜 面书官说啊 应该有三年了吧 你说 咦 我的工作八年了 哦是吗 根本看不出来 但我发现啊 容颜不老 自古就是一种女性专有的负担 有时候看那种新闻报道说 某某某地方考古挖掘出一句千年女尸 都会有那种形容说 在开关的瞬间 依然皮肤鲜活 晶莹透亮 仿佛刚刚下葬 我就从来没有听到过 这样的千年男尸 说他在开关的瞬间 依然皮肤Q弹 精神焕发 少年感十足 正可谓男人至死是少年 现在啊 二十多岁女孩子的护肤品 都开始抗初老了 二十多岁抗初老 那不就说 我们三十岁的人老吗 你直接说抗三十得了 二十多岁抗初老 那我们三十岁的人 不得抗死了呀 我们的护肤品拿出来 就是天然海藻精脆水 捆住黑白无常的腿 大马哈鱼子金华路 让死神自掘坟墓 我这个广告词 虽然听起来很突兀 但是不敷衍 不像现在很多护肤品广告 非常的敷衍 比如说这句词 大家应该都听到过 叫做你本来就很美 这也太不努力了吧 我要是本来就很美 没你干什么 你能想象一个凉茶广告 跟你说你本来就不上火 话没广告跟你说 你本来就没啥事 唐国祥老师跟你说 你本来就会开挖掘机 我见到过最敷衍的护肤品广告 是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 三十多个女明星 代言一款叫 恢复膏的护肤品 但没有任何一个女明星 在素颜的时候用它 大家都是在妆容完整的时候 挖那么一坨 在脸上甚至手上 稍微抹一下 然后说 哼哼哼效果好好啊 我闺蜜还很天真的问我 说你觉得姐姐们 平时真的用贵妇膏吗 我说你觉得周杰伦 平时真的骑电动车吗 真棒 真的好 你能想象周杰伦 他们家硕大的车库里 全是五颜六色的电动车吗 第一次跟昆林约会的时候 杰伦说走啊 带你兜兜风啊 拿出钥匙一摁 九九九九九 真的好 这太好了 阿 tul 太过瘾了 昆林一看爱马 只有不错 你很懂词 好 谢谢大家 曹医生 第一次来 要离开这个舞台 跟我们聊两句 我觉得很开心 其实远远超出了 我之前的预期 因为我来之前 其实对脱口秀理解 并不是很深 然后来的这段时间 认识了这么多 优秀的脱口秀的演员 但我觉得好像 喜剧跟我们一学 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哦 怎么会呢 都是会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所以我觉得还是 谢谢 谢谢曹医生 谢谢曹医生 有年头没听过这句话的 谢谢曹医生 谢谢曹医生 谢谢 好 那跟小姑子 再聊两句 我其实两轮 我每次讲的内容 我自己都挺喜欢的 因为我目前在巡演的 女儿红专场的时候 我有听到有人评价说 太女性了 太观点了 我觉得 可能如果他们觉得太女性 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 听到的东西太多 也不是为女性创作的 不是在跟大家说 女性所存在的困境的 但我自己还是希望说 当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些 让我比较压抑的事情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代表一些女孩子 把我所面对的处境 用喜剧的方式表达出来 当然 我们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不光是比赛 也是表达 尤其在你明知道 它是比赛的时候 还愿意表达 特别地感谢小姑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个线下演出还会继续 来线下看哦 谢谢大家 不多预告一些吗 在哪儿啊什么的 多说一点 去哪儿找你 对 我的女儿红专场 正在巡演之中 大家去效果小程序 或者是各大票台 搜索女儿红就可以了 谢谢你们 谢谢小路 谢谢曹医生 明年再见 谢谢二位 拜拜 优典 这场淘汰不会觉得很遗憾 因为来节目之前 电视上看他们讲脱口秀 觉得很轻松 风轻云淡的 好像都是前一秒钟 才写好的段子 那走进他们时候 我才知道 他们背后其实准备得 非常非常的认真 肯定会有遗憾 但是我也挺满足的 因为我觉得我讲了我自己想讲的一些东西 可能还有一些我想讲的 但是也不急于一时 如果有更多想要在这个舞台上表达的东西 我们就下次再见 小路今天状态非常好 他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找到我们线上脱口秀的这样一个节奏 所以他也是极度可惜的小路 因为紫浩确实表现非常好 我在那听的时候就知道 他那个就整个场子被他hold住了 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 江紫浩会演得那么好 就那个位置放谁上去都会吃亏 这个太吼笑了 我还记得我写下来被他们嘲笑了 我说脱口秀是一辈子的事 不是一场比赛 就是你热爱这件事情的力量 能够推着你一直做下去 这次脱口秀大会之短途旅行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导演组 还有建国诚哥 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还有我的好朋友 齐莫 彩玲 智盛 布姐等等 很多好朋友都一直在支持我和帮助我 让我坚持自己 这一趟来得无怨无悔 谢谢大家 我们后会有期 期待你下次再见到你 好的 谢谢大家 好 大家整理一下情绪 我们马上来到第三组的教练